涉事零下18度看冰雕 南大学生脑出血昏迷 生活在雅热带的台湾人都会想要感受一下北国的雪景风光 上个月在台北举行的号称涉事零下18度的冰雪世界冰雕展 之间已吸引三万多名民众进场参观 虽然在场内人体附近测到摄氏零下89度低温 民众冻到21度 可是一点都不怕 觉得很冷可是很好玩 脸会不会很动或手会很动 会啊 还有流鼻涕都不知道流出来了 面可还不错啊 就进到冰库的感觉 可以当然是筋膜了 但苹果接到黄姓民众投诉 他说念大学的儿子 这个月11号和同学去看冰雕展 没想到途中出来休息时 突然全身瘫痪 送医后医师认为可能是脑出血紧急开刀 因为这个孩子二十几岁而已 所以哦 那个医生说这种一定要给他做急救的动作 是收拾了看他的那个 会那个口感起来的 算是这个昏迷指数三到四 已经非常危险 看有没有奇迹出现 但到现在这名大学生仍昏迷 且病情还在恶化 医师怀疑这名大学生在病发前曾去看过冰雕展 有可能是室内室外温差过大 导致脑出血 但详细原因不清楚 苹果昨天到现场实测 室内外温差真的很大 25度 有医师则认为 才二十几岁就除了脑出血 可能是脑部血管已有动静脉畸形 或动脉瘤等异常 一旦碰到温差大的环境 就容易爆血管 民众看冰雕展时要注意保暖 东新闻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